Hello,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大佬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今天的话就这个游戏哦 我没办法让你们看到它的登录画面 因为它登录画面的话,它是一秒计算的 我根本没有办法按下录制键哦 根本应该说是来不及哦 它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动物派对 它为什么叫动物派对呢 等一下我们进入游戏你就会明白了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我就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游戏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兵种 它名字叫动物派对嘛,对吧 所以它这里的话,它所有的那个兵种都是以动物为主哦 你看 长颈鹿啊,大象啊,什么都有哦 大象,犀牛,老虎,狼啊,鸡啊,狗啊,兔子什么都有哦 当然这个是随你自己的那个个人的那个偏好去 去那个怎么说,去配置 你要怎么样的一个配置,没人会理会你哦 重点是你只要打得赢就行了 所以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就话不多说 由于这个游戏它怎么说啊 对我来讲很有很大的很大的心力哦 我昨天就是,因为最近我报兵在身嘛 可是我报兵在身我因为我下载了这个游戏哦 我还可以玩到天亮去哦 所以你可想它那个心力有多大 因为平常的话我玩游戏的话是属于那些就是 嗯,就带过吧 就分享就算了 可是这个游戏真的会让我着迷哦 然后当然我们就给你们看一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战斗方式 你们看一下哦 它很简单哦 蓝色的地方就是你能够放下你冰的地方 所以你任何冰种的话都是从这边开始放出 然后当然你走过的那个位置的话就会有蓝 应该顶不过它第三刀 挂了吧 哦 真的给它打挂掉了 然后这个兔子最臭的角色哦 它能直接的你看 直接的就跳去对方的那个 竹本 然后当然 跳进对方的竹本有什么好处呢 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哦 偷袭 这个叫偷袭哦 这是很臭的哦 所以我觉得啦你们还是标学比较好 这是我我用的一个箭招哦 然后当然这个机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死过它留下的炸弹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伤害哦 所以这两个车最屌的来我再下 你看吗 伤害够大吧 已经接近一半了耶 它的伤害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OK我小机也好咯 小机也好咯 其实这个是我现在的打法吧 我的打法是属于很灵类 很超超 超剑超剑的 超耍心机的就对哦 所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该说什么好 哇这个也是不简单哦 你看它狮子都来咯 等一下我必须要很快的速度灭掉它哦 让我基本上也是蛮危险的 它狮子和那个熊都一起的耶 OMG 是超危险的说 对呀 但是基本上现在算带来的话 还是 还是哦 还是我我占三奉献呢 哎你的熊来了是吗 我的熊也来哦 看谁的熊看谁的熊快吧 只可以说 不用说了 应该是我了 一定是我了 因为我用很很 就是说比较另类啊 比较 比较 比较有心机的手段吧 所以我会爬的那么快 就是这个原因哦 因为我都是在玩 不要玩手段哦 它就是这样子的战斗方式 所以 别看这样子的战斗方式 是属于比较 就讲 比较有点闷这样的感觉哦 可是哦 它可以吸引到我 可以玩一个通宵耶 所以 所以当然这里的话 它可以分享的东西 其实还蛮有限嘛 只是如果要单单这样 一个一个的兵种 给你们介绍的话 我看真的是 一个小时视频都不够 所以我就只可以带过带过这样子哦 所以当然这里的话 这个游戏的下载链接也会依照惯例哦 我会放在视频下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下载来一起玩哦 当然当然 你看这个就是我的月错月勇 这是我的那个属于 那个叫什么 军团吧 如果你有玩的话 你也可以加入来 然后 它还有比较比较特别的模式哦 就是你看公会里面 它公会里面 它有的就是公会搭档战哦 公会搭档战 当然也有它另外的奖励 当然它的奖励的话 也不差 可是它公会搭档战的话 可以看你跟你的那个 就所谓你的那个 公会里面的那个队友的那些 应该怎么说 默契到哪里哦 我们昨天有打了几场 都赢哦 都赢哦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还有没有记录在 因为我相信该没有了吧 因为是昨晚的事情耶 我再拉看一下 哇它的那个 可以可以到那么长吗 等下我再继续看一下 好像是蛮难拉回去了耶 因为太多了吧 18个小时前 我刚应该是 啊有有有你看 就这样哦 可是已经看不到了 你看我跟米可的那个 对战 可是已经看不到 它的那个对战结果了 它这个游戏也是有一个好 就是 当下你假如你对战完了的话 它有 还可以让你看你们的那个对战 你们的那个 怎么说 对对战时的那个画面 是怎么样的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打 都可以让 就可以分享给自己的那个 公会的人里面看 然后还有这些哦 就是对战记录 这也是属于 应该是什么 顶级的对战记录吧 都有哦 这边哦 你看这边 你看嘛 这都50多名跟14名这些的 顶级的哦 但你看他们用的 跟我用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哦 当然 当然也有人跟我一样是用偷鸡的 你只要看他用兔子哦 用兔子绝对是偷鸡的角色 对哦 就这个 比娜兔 肯定是偷鸡的角色 和我一样哦 然后 当然 它能分享的其实 并不多啦 只是 它涵盖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兵种太多的关系吧 然后如果这款游戏要玩起来的话 也是可以玩很久很久的一个游戏哦 就说寿命会比一般的游戏来的长哦 因为你比较没有那么容易闷哦 这么多的兵种 换换一下 换换一下又再玩 又是另外一份的新鲜感哦 所以这里的话 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真的也谢谢你们哦 我已经报的并录制视频 讲话都已经有一点不清不楚了 你们还有在看 所以 大家 拜拜